哈喽大家好,哈喽我是天 我们今天要开箱的是中国版本的realme GT6 而中国版本的GT6 和马来西亚发布的GT6虽然名字是一样的 但两者不管是外形 还是配置都是完全不同的 马来西亚发布的GT6比较注重在影像 而中国版的GT6更注重在性能 它也号称是游戏玩家的梦想机 我们现在就先一起来看看这台手机的配置 realme GT6搭载了台积电4nm工艺制成的第三代骁龙8处理器 再配上LPDDR5X和UFX4.0的高速存储满雪组合 还有全局冰心散热系统补助 拥有10层散热结构 散热面积去到11472平方毫米 屏幕方面是采用了全新定制京东方S1 6.78英寸的电竞无双直屏 再配上120Hz 8T LTPO旗舰技术和2500Hz妙感触控 屏幕的局部风质量度是去到6000nit 电池的部分是配备了折磨首发5800mAh的聚能电池 再加上120W的超级闪充 Realme GT6这次一共有推出了三款颜色 分别有月子暗面 光年白 和风暴纸 影像的部分它的前置镜头是使用了1600万像素的自拍镜头 后置镜头是配备了5000万像素Sony MMS890 OIS的主色 再加上一颗800万像素Sony MMS355的超广角镜头补助 GT6这次有发布了4个版本 12加256卖家2299 16加256卖家2399 16加512卖家2699 16加1TB卖家2899 它的机身厚度是8.43mm 重量是去到206.7g 这一台就是增我GT6 我们先来做一个开箱 盒子里面会有送一张说明书 还会给你一只开信卡的信卡针 也有附送一个黑色的硅胶软壳 还包括一条Tab-C to USB的数据线 和一个Super VOC 120W的充电器 现在在我手上的就是增我GT6的实体机 我们这次拿到的是月之暗面的版本 上方就有它的两颗镜头 还有一个闪光灯 下方就有一个realme的logo 这次月之暗面的版本为了完美复刻月球表面独特的陨石坑纹理 增我采用了全新的浮光月影微调工艺 在不同光线角度下 陨石坑纹理忽明忽暗 银白灰的陨石坑落影落线 看上去有非常明显的立体效果 在镜头模组底部的位置也有陨石坑的图案 这个是下方的speaker 这个是Type-C的充电插孔 这个是麦克风的sensor 这个是放心卡的位置 这个是上方的speaker 这个是麦克风的sensor 这个是侧边的银亮按键加跟节 这个是开关机按键 从侧边看起来镜头模组会有一点点的凸起 Sync卡的部分它可以支持两张Sync卡 但是不支持memory卡 增我GT6的屏幕下巴也是属于比较窄的 再配上一颗中央打孔屏的camera设计 它的Android版本是用到Android 14 系统版本是用到Realme UI 5.0 屏幕色彩模式它可以支持声动 自然 专业模式 更多模式里面可以选择影院和鲜艳 它还可以开启环境设置适应 也有支持画质超清增强 和视频色彩增强 屏幕分辨率它可以支持FHD Plus高清画质 2376x1080 最高可以去到FHD Plus超清画质 2780x1264 屏幕刷新率它可以支持60Hz 最高可以去到120Hz 在内存扩展里面它最高可以扩展多12GB的RAM 这个是主镜头 这个是广角镜头 这个是两倍镜头 那Zune的话最高可以Zune到20倍 视频里面它可以支持超级防抖 录影画质它可以支持720p 30帧 最高可以去到4K 60帧 这个是接拍模式 这个是人像模式 更多里面它也支持夜景 专业 高像素 全景 电影 慢动作 延时摄影 长曝光 多景录像 AI增建造 文档 星空 超级合影 移軸 这个是开启了夜景模式之下 拍摄出来的样张效果 这个是在比较暗的夜景之下 拍摄出来的效果 这个是前置镜头的人像模式 这个是开启了高像素模式 拍摄出来的样张效果 这个是开启了两倍变焦 拍摄出来的效果 这个是使用了后置主镜头 4K 60帧的帧数 拍摄出来的效果 这个是开启了超级防抖 拍摄出来的效果 这个是开启了前置镜头 1080p 30帧的帧数 拍摄出来的效果 在安兔兔评测里面 他的跑分是去到2022,560分 他的单核跑分是去到1689分 他的多核跑分是去到5034分 在王者荣耀里面 他的增率最高可以去到极高 分辨率最高可以去到超高 真魔GT6在王者里面 还可以开启超级HDR画质 和极限稳增的功能 还支持超频响应功能 另外还新增了权益自由震感功能 让你在释放技能的同时 有不同的震感体验 这次realme GT6还特别找来了 王者荣耀冠军教练独家连条 新增了AI大神补助功能 他可以根据双方的阵容表现 来预测你这把游戏的胜率 如果对局中 遇到敌人消失 Buff刷新 视野盲区 等等的情况 会有AI自动语音 或者字幕来提醒你 甚至还会告诉你 接下来的对局策略 对于新手玩家 简直就是场外教练 妥妥的物理外挂 我们在王者达了三场拍位 平均增力都保持在 118到120帧 温度是在47到48度左右 和平均里面 我们打开画面设置 流畅最高可以去到120帧 均衡最高可以去到90帧 高清最高也是可以去到90帧 HDR高清也是同样可以去到90帧 超高清可以去到超高 激晴也是可以去到超高 REME GT6中国版是搭载了 骁龙8 Gen3的处理器 对于这颗SoC的参数 想必大家也都是比较了解的 但GT6对于性能的优化上 也加入了首发的GT性能引擎 还有全字眼芯片及性能解决方案 通过针对的场景识别 和AI精细化线程调校 实现高增和稳增的双重体验 性能的部分已经属于第一梯队了 屏幕方面 REME GT6配备了全球首发的电竞无双置屏 屏幕激发最高亮度是6559nit 覆盖110.7%P3色域 实际使用的情况之下 即使在户外强光的场景 屏幕显示内容依旧清晰锐利 同时加上8TLTBO显示技术 带来了极致湿滑的同时 也降低了20%的功耗 还解决了脱影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 真我GT6的屏幕不光显示效果极佳 并且采用金铠玻璃 不仅耐刮也很耐摔 对比普通的玻璃 抗摔能力提升160% 抗刮伤能力提升3倍 尽管这次GT6是一款主打性能的手机 但是在相机的配置也不差 搭载了5000万像素 再加上800万像素双色镜头模组 GT6还继承了真我GT5 Pro同款的 超光影引擎算法 相比行业采用同款主色的机型 优势更加明显 能带来不熟其间的拍摄效果 最后我们总结 真我GT6做为一款性能旗舰 满足性能要素的同时 在屏幕充电以及质感方面都做到了满集 还在众多竞争产品当中脱颖而出 成为一个真正的多变形战士 不复为游戏玩家梦想机的称号 也给了追求极致体验的游戏玩家们 提供了最佳的选择 所以如果你的预算在2900里面 想找一台直屏的性能游戏手机 都非常推荐你可以考虑这台 也欢迎大家留言在评论区 看看你对这台中国版的realme GT6有什么看法 我们今天的开箱就到这里 如果对这台手机有兴趣的朋友 都可以点击下方的购买链接 来去做下单 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 记得赶快帮我们做个订阅 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